來玩這款遊戲魔力寶貝無限進化 哇還沒進來我看到這畫面 就想刪了 這好玩嗎 選角 我還是覺得嘛 就前一陣子推出的魔力寶貝新世界 雖然課金了點了 但是 比較好 這是放置版的啊 有什麼革命性的差別嗎 進行加點 沒什麼人氣耶 搞不好花錢很多耶 看到了 他 他 有那個直播預告表 哇靠 2 4 6 8 9 9個 直播呢 認真 你認真 哇這遊戲那麼上心啊 那麼有信心啊 好看寵物見面出戰 螳螂 打螳螂派出來囉 打螳螂派出來囉 主打就是情懷畫面嗎 這個真的是情懷畫面耶 這是我不會想玩的畫面 哇這太老舊了 哇他敢花這個錢 不過官方敢花這個錢 代表他肯定有信心能吸引到很多的情懷玩家的 喔對 站到了啊 喔 自然戰鬥 見面倒是不一樣 喂 喂 鹹豬 哇 找9個實況主要花多少錢 天啊 唉唷我看到 有Dinter欸 滑下去 是不是 全部合起來 逛上費用也吃雜很多的 欸其實還蠻多玩家的啊 是不是 你有看到嗎 還蠻多玩家的 這種放置盤 多半就是 傻傻掛著 其實跟之前的差別 我是覺得還好啊 之前也是這樣 哇那個圖片 破成這樣 好廉價的感覺喔 還不狂歡 你知道嗎 前一陣子 十七十代 有新作的喔 畫面提升了喔 要不要給各位看一下 好 找完這場給各位看一下 看到了以後 你更想玩哪一款遊戲耶 不過 十七十代那個 要出喔 台服也是 明後年的事前的啦 不會那麼早 現在只能讓你玩情懷 哈哈 而且有那些實況主陪伴著各位 非常好 大家也都不寂寞啦 推薦家條點什麼呢 我就是要亂點啦 我點魔法好不好 我點魔法好不好 好 漂亮嗎 這樣OK吧 這就是我厲害的地獄方啦 反正待會要卸展啦 是要聊天可以講話嗎 大家 打個大家兩個字好了 小四二十五集開啟 好廉價喔 這是換皮遊戲嗎 然後就沒事做了耶 其實我是沒什麼事做的耶 我突然發現到 我一直以為他在跑任務 結果不是 他是在這個地方 一直逛一直逛耶 就做一些放著掛機在做的行為 原來是這個樣子喔 好啦我們推出去吧 法蘭城 這法蘭城 我們可以前往交易行啦 倉庫 裝備商人這些啊 各式各樣的地方啦 然後呢 有沒有什麼開服好禮啊 月卡 月卡購買 月卡多少錢 然後呢 也對啦 這遊戲也不用開封測啦 玩轉魔力寶貝 角色加點 這邊有各式各樣的 啊 這每個每位玩家真的 口味都不一樣 這種類型玩 會玩的玩家也是有的 可以組隊 要不要組一下 不行 要完成任務65 所以 初期的話 就跟著任務跑而已啊 好像也沒什麼 現在是幾號 還是等20號有龍之谷二 或者是城白盡玉吧 玩那個好了 那個比較好玩 這個要看每一個人啊 這個要看每一個人啊 我個人是覺得不好玩啊 我個人是覺得 就遊戲偏垃圾喔 但是有些人 就是想要玩這種情懷的感覺啊 所以也不能判定說 這是垃圾遊戲你知道嗎 是不是垃圾遊戲只存在 每一個人的心中 當然我的想法 各位都知道了 這款是XX遊戲 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